大家好 我是吳仔 千古懸岸 梁朝偉湯圍在色界裡面究竟是真做還是假借偉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我們這個討論 信技術上的研究 原來色界當初李安 找了三個女星都不肯演 梁朝偉都不肯演 後來我想如果人家知道 拿了獎又做了影后 拍AV 大家都說要去做另一個 和梁朝偉都不肯演 李安說找不到人做 用新人 大眾覺得主角他們兩個 都是假氣真做的 又是拍到蛋 在一個訪問中 原來梁朝偉湯圍 對談 聯想到 是不是真君的可能性 有傳 劉嘉玲看完之後 再加上康偉 疑似認真地所謂的真君訪問 劉嘉玲曾經激到想離婚 不過李安說 這部電影拍得成 劉嘉玲都功不可沒 為什麼呢 又關你事 難道在場監督 監督 監督 不要獨入兩寸 這樣 哇 八卦 我們交給熊飛龍 跟大家研究一下 謝謝五仔 大家好 我是飛龍 大家有沒有提到梁朝偉和湯圍的色界 到今天來說 大家仍然很喜歡討論 當中的三場藏戲 長達七分鐘激情的演出 究竟是不是假氣真做呢 今年李安也有再講一點有關的戲裏面 究竟有沒有假氣真做呢 他再詳細講了一點點的東西 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當然會講一下梁朝偉和湯圍 又看這場戲 究竟從他們語言之中 有沒有滲了一點點的味道 真是禮真呢 李安說過這部電影拍得成 除了多謝兩位演員之外 還要多謝劉嘉玲 有關劉嘉玲什麼事 當中的動作不會是劉嘉玲提供 教梁朝偉怎麼做 或者在家裡先示範一次 然後梁朝偉再去 很多時候人們說 還要在拍戲之前 要在家裡練習好 多謝劉嘉玲 待會也會講一下 本身設計這部電影 就是改編自文學家張愛玲 和明天邊小說 影片以抗日戰爭為背景 李安說世獨原著後 認為女主角黃佳芝 是一位缺乏父愛的女子 才會跟易先生 產生了一個錯綜複雜的情感 大家經常看到這部電影裡面 迴聞針體位 李安說其實這個是 好像令阿湯圍像嬰兒一樣 僅僅雙衣梁朝偉 異景到拍出來的畫面 其實是非常有美感 才會這樣拍的 我曾經何時看到一個訪問 大家都知道梁朝偉本身是五副出身 五副裡面黃日華 有說過怎樣看色界這件事 他說如果他是梁朝偉的話 就覺得不需要這樣拍法 因為他覺得他 也有這樣的名氣 為何要作出一個這麼大的犧牲呢 劉德華呢 他也不是正面平色界的 那時候我看過那個訪問 他其實說過 他評額梁朝偉的另一套衝乾砸事 如果臨時臨刻 無緣無故弄一場這麼激動的場戲 就算他簽了約的話 他會即時不理會那份合約 撕毀了就算 那我想何況是色界 劉德華一定說 他見到這部電影更加不會接 很正常 因為當時 例如湯圍那個角色 當年湯圍不是首選來的 最初找過張子儀 又找過劉奕菲 但是聽說他們 不若然跟見到劇本 有這樣的氣氛 都很害怕 另外 李安試過找舒奇 因為舒奇以前也拍過類似這些 這些場面的東西 但舒奇 當時 穿紅了之後 衣服穿得多密實 所以這些戲 當時 沒有興趣 也不想再接回這類戲的戲 令到李安當時 必須要找一名新人去演 演到湯圍那時候 非常好 因為湯圍無論是氣質 即是不一定要最好的那一隻 也不一定是很有霸氣 要有膽然伸出的美感 美質 即是如果一來 這個女性已經很有攻擊性 易先生會覺得她背後有些東西 但如果好像是一個娘家婦女 易先生會不會 開始就沒有什麼防範 當時湯圍是非常符合這個氣質 最後這部電影也很成功 湯圍也憑這部電影 一夜之間變成一線女星 但是之後這部電影也讓他一夜之間 什麼都沒有了 本身色界是2007年上映的 當時還獲得 44屆金馬獎 頒發最佳新演員給湯圍 同時在這部電影也獲得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當年因為那幾段激情奪怒 2008年 港電總局禁止湯圍很多活動 當時原本拍了一些代形廣告也不能播出 令湯圍一夜之間 原本有的名利 瞬間之中就消失了 但其實那時候我也有一個疑問 如果你現在被人說會不會 性別歧視 為什麼湯圍有事 梁慈偉反而沒有事 如果要解釋也可以很多解釋 有可能相比之下 梁慈偉的演出 沒有湯圍那麼大膽 因為男性拿路上身是沒有事 但是女性這樣拿路 還要做這樣的動作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得到 所以有段時間湯圍差不多 整年都沒有工作做 直至到了09年 湯圍憑著優才計劃就來了香港 還拍了一部香港電影 月滿軒尼斯跟學友一起演出 這部正式湯圍 復出的電影 接著再拍晚秋韓國電影 這部電影就獲得了很多獎 之後才可以回到內地演出 當然回到內地演出的時候也要有一個 隱線才可以讓他回去演出 最主要他當時就回到大陸 就演了一部 建黨委業 大陸的主旋錄電影 參與主旋錄電影的國家當然是歡迎 那就解禁了他 解禁了一部 之後所有電影都解禁了 如果不是就沒有後來湯圍其他代表作 例如北京遇上西亞圖 但是湯圍也不要緊 你看到他現在在 韓國發展得很好 因為他這個人 還嫁給晚秋的導演 湯圍在2021年演出那部《韓國電影分手的決心》 也獲得了不少獎項 最厲害的這部電影本身也獲得 75架看城影節最佳導演獎 然後湯圍也獲得了青龍電影獎 亞洲電影獎 還有很多 說不完 全部都是影后的獎項 總算他一番努力換了他不錯的成績 說回大家的戲肉 色界的幾場經典場面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當時李安有兩手做準備 萬一到時梁朝偉 有些心理壓力過不了的話 其實是有替身演員幫他走的 是的 簡直已經掩蓋了 預備了 只是湯圍沒有替身 梁朝偉可以有替身 不過當時梁朝偉拒絕這樣用 梁朝偉說作為一個演員 必須要敬業 這些戲應該由自己來做的 除非有些說非常危險 或者他做不到的動作才會替身 那麼這些動作 他做不到就回去練到做到為止 也不要看輕這7分鐘啦 你知不知道用了多少天拍 前時後只是這7分鐘的 藏器用了20天去拍 現在香港電影20天已經可以拍完一套電影 但是李安就是 只是20天做了這7分鐘的動作 藏器 難度性是多高呀 就算你想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好像當時 少林足球 最後那場 30多分鐘 足球大戰 都是只不過拍了一個月 但是好像是30分鐘 7分鐘拍了20天 當時李安也知道 他拍了這幾場戲 梁慈偉承受巨大心 審理壓力是多大呢 而且他的對手還要去一個不熟悉的演員湯圍 比他年輕很多 聽說有一段時間 梁慈偉還好像 是不是想東想西 是不是真的準備好去拍呢 聽說那時候 李安也很著急呀 因為你知道 如果一套戲拖著 其實也是燒成本 所以呢 所以 李安又聰明了 為了令梁慈偉 完全放心拍視下去 李安竟然就去找過劉嘉玲聊天 他當時找劉嘉玲說服他的丈夫 拍這場性愛的場面 劉嘉玲有幫忙 梁慈偉放下包袱 不要在乎自己的感受 當在工作就可以了 我相信偉仔本身都放下了自己的感受 由他簽約的薩納也放下 不過有時候就是 會不會 有始終拍過薩納會想起老婆 會有一條間線 如果劉嘉玲鼓勵他 去做的話 是不是放心很多呢 其實有時候老婆好易說 如果我相信劉嘉玲 第一件事問 薩納多少錢 哇 這麼多錢啊 就是這麼簡單搞定 聽說當年拍攝7分鐘的藏器的時候 一個鏡頭也NG很多次 李安都清楚 兩位醫員的心理壓力很大 所以最後他也決定清場 只要留下來 導演和攝影師一起 還去到某些位置開始說你們隨意發揮 很自然地做出來就行 他說他們從覆覆地拍攝 都拍了三十幾次 但我又不是很明白 那次三十幾次是怎麼計算出來的 就是一個鏡頭拍三十幾次 因為他說拍了二十天 那二十天 沒來做了那八個小時那麼辛苦 還是我鏡頭一直 開著沒有這樣刪 那就剪了三十幾剪 我猜而已 當年上映啦 你知道大家的題目就像我一開始說的題目 是不是戲家情真呀 就算之後大家可以 在網上看或者一套戲買回家看的時候 那些人說我看了十幾次 我都完全覺得 那些剪接 沒有什麼破綻 行雲流水呀 演員演技好到位呀 那當年 湯維有一次獲獎之後 還被有人問到 你跟梁朝的激情的部分 問湯維怎樣看呢 湯維就說 那幾場藏器的鏡頭 其實是很講究技巧的 當時梁先生 都很照顧他 亦很關照他 亦很配合 令他很舒服 當時有些報章就是 湯維說了 很舒服這幾個字 就開始有些傳言 雖然之前說劉嘉玲都鼓勵他做的 但是去到 那麼怒哭呢 又像拍戲啦 因為你不知道之前 李安點跟劉嘉玲說 那些事比較普通 藏器有可能以前 你也拍過一下 但你也沒有路地做的 那麼容易 有可能就跟劉嘉玲說 有時候導演為他哄那些演員演出 無所不用其極 未必將全部的真相講出來 所以當時有些報導說劉嘉玲看試影的時候 看到露氣匆匆 中途忍不住要離場 還因為湯圍說我很舒服 令到劉嘉玲更加生氣 梁朝偉說到鬧分手那麼嚴重 最後劉嘉玲看完電影有什麼評論呢 他說 其實英哥最不爽是韋仔 他又不用替身拍這個色戒 看他真情投入畫面大膽 不過沒有什麼演技可言 但是付出很大 劉嘉玲第一件事就是覺得 老公拍這些戲果煞辣應該很辛苦 又要遷就鏡頭 你躺著下去 鏡頭就拍不到樣子 一定要咬一下腰 但劉嘉玲說沒有什麼演技 究竟是梁朝偉已經演露化境 演藏你也不覺得他有演技 還是真情流露呢 劉嘉玲說他其實是沒有底線的 只要劇情合情合理 是可以接受的 那些新聞又說鬧分手那些就煲水 其實那時一直傳氣假情真 最主要的 有一次 梁朝偉的回應裏面就說了 他說 在身體互相碰撞的時候 確實是 假氣真做的 嘩 這四個字馬上引來非常之大回響 其實李安說 梁朝偉 真聰明 做到話題性 大家一討論這套戲就會爆 還加上湯圍 湯圍有怎樣回應呢 當時說什麼 電影呢 他們就好像 做著生孩子該做的事情 這些對話真的令人想入非非 究竟是還是不是呢 令你很大無限的幻想 梁朝偉還說過當日 拍完那場戲 李安簡直是 感動到落淚 當時梁朝偉還有跟李安說 他說呢 導演我們只是露過皮肉而已 你要保重而已 真是搞笑了 是不是 梁朝偉是為了導演 有一次導演 李安都有回應 究竟有沒有假氣真做呢 導演其實就幾句交代了 他一部電影呢 說得太清楚 大家沒有猜測 說得這麼白 其實就沒有意思 導演說了等於沒有說呢 不是喔 背後呢 有人分析他這句話 隱藏的含意 他說李安其實沒有說明 其實就已經是說明 因為一般電影如果拍藏戲那一首是借位 的話 導演通常一定會說明是借位的 但是這次李安沒有說明 亦沒有否認的話 其實意味著 就是內人尋味 那就是說了 是還是不是呢 我網上經常說 世界有些生減部分 那 生減部分會不會因為太激烈呢 所以生減呢 那當然不出奇啦 其實有很多電影 你看到超級英雄電影都說原本可以拍到很長的 如果經常聽慣呢 第一節拍了 4個小時啊 最少3個小時啊 不出奇的 你想想 拍了20天上很多鏡頭可以用的 但是很多時候你要控制節奏和精準度 你夠用就可以了 還有壞點說 生減鏡頭沒有一定是 聖愛場面那一套生減 你不允許是其他的 政治太過敏感啊 或者太過暴力啊 那些鏡頭的生減都可以 總之這套電影就很厲害啦 隔了這麼多年都還是一個這麼大的話題 但是說實話 去年我看到 韓國搞了一個影展的時候 有一部分就說 專為播放一些有關 湯圍的代表作的時候 電影的list裡面就有晚秋啊 北京遇上西岸 逃之 不義情書啊 地球最後的夜晚啊 以及分手的決心啊 四套電影啊 當時那些人說 為什麼沒有色界呢 而且這個影展又不是國內啊 韓國也不播啊 我想說就算啦 情況就等於輸期而已 現在湯圍紅了 以前那些 抹下去不要提那麼多 留在心裡面就算啦 好啦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說到這裡了 遲些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啦 就這樣啦 拜拜 拜拜